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币少爷这个新兴的现象 谁知道星期日就出现派钱新闻 这个星期真的没有什么新闻 我看苹果就这样数下去 十单新闻有七单都是说派钱 先成功 我这几天不停收到一些传媒 传媒 要访问我关于币少爷和我 我到现在都未看 我总是说到币少爷和我又要挑战什么 我说要挑战谁可以更加有能力操控市场 我不是 问题是什么 我必须要先问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一集 我现在趁你做一个人正来说 之前我完全没有听过币少爷的名字 是你告诉我 我说你这个东西当头起 不如说一下 周先生就跟我说 那币少爷是什么 那我就用节目头那五分钟 再币少爷一次 你币少爷一次 我才知道 现在他问我 还有很多传媒问我 我实在是答不出来 然后在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再跟你说 我真的不声其妖 所以我就跟他说 OK 然后这个肥子 他就告诉我 你这样说 好像显得你很孤陋寡闻 而我不知道币少爷是谁 是 他觉得你很孤陋寡闻 我想一想 是孤陋寡闻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 我实在要承认 是否应该是他的责任 是我的责任 就是我不应该身为一个节目主持人 我没有听过一个原来的名字 是我的责任 但是我必须是因为 现在这件事我已经失败了 现在他挑战了 而且很多传媒来问我 而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人 我没有办法 我唯有反白这个人 真是很没意思 我如果知道了 你当我做一点点的尽职審查之后 我都不是很介意回应 但你一秒钟 我实在是不行 因为我真的没有听过他 我猜不到他突然间更加热 你觉得有什么角度可以值得看 你谈到派钱还是加密货币 先谈到派钱 不 其实之前也有些东西要更正 我说币少最初是搞Falcon 但现在他搞的东西叫Falcon Cash 他卖矿机就是挖Falcon 但他现在升得很厉害的东西叫Falcon Cash 虽然名字很相似 但其实是两样东西 起码在技术方面我们先澄清一下 先谈到派钱 派钱其实我觉得是很设立我们香港的价值观 香港的价值观 香港的价值观 香港是遍地黄金 就是做出来给你看到 香港就是有钱 现在不是遍地 是天 它跌到地下 就是遍地黄金 而且我们应该是早期在M730平台支持派钱 政府派钱 政府派账 有人实践了 政府派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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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欣资香港有钱 摘中之目 但 sì 你不按下发账 为什么 s less 你這樣派不公道,派給人家有需要 我想說,這麼像派錢的人說法 派錢的人說,你政府派什麼錢? 派給有錢人,你派給窮人 警察應該派一個不可以人派 公司也不派 他們說,退警察不同 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應該要退多一點 派錢就不行,派錢也要派給有需要的人 應該有錢的人也派 所以,我又看到一段新聞 就是說,放了明哥上台 放在深水埗明哥上台 就說,他的燒美飯店派飯票 他說,他即將會去明哥那裏做直播派飯 明哥就說,沒有人會派飯 而明哥也不懂得派錢是誰 但又要再說,因為這些我們永遠都猜不到 他不需要聯絡明哥 他可以放一堆飯盒在明哥面前派 那都是深水的明哥店面前派的飯 實在太多東西可以做 今時今日,我們不能夠使用傳統的角度去看 其實這才是我最關心的地方 我們再用傳統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譬如他怎樣賺錢 怎樣銷售人 其他人怎樣跟他賺錢 甚至騙局是怎樣構成的 可能有很多東西可以用傳統的角度去看 是,沒有說到誰 但無論是真還是假都好 我覺得都要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 當然除了派錢之外 另外一件事我們值得留意的就是蜘蛛 虛擬貨幣 這可能會滿親部分的觀眾 但這要認識多一點 我經常覺得我們做很多節目的題目都滿親 但我又可以說回貼地一點 首先蜘蛛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中產 或者我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第一件事就是你不能用e-banking買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中產炒股票 最重要是開一個匯豐Mobile Banking 或者開一個渣打 他買不到的 你要自己去一些虛擬貨幣的交易所註冊 加密貨幣 我不知道你有否試過去加密貨幣的交易所註冊 很奇怪的 首先要你寫一張紙 有你的名字和個人資料 接著要做一張自拍照 拿著一張紙 像是犯人贖金 拍完後 他認到你的樣子和那張紙 他才會批個帳戶給你 然後你有時買一些可言貨幣 你又要用GAS GAS 即是以太幣 或者Bitcoin的一些貨幣 來做交易費用 所以那件事不是一般人會明白得到 最大問題是甚麼 甚至乎我都不介意說 就是被人騙了 被人騙了的意思是 那時有一個新的虛擬貨幣推出來 我有個朋友很熱衷去推 他就說你試試買 我相信了我的朋友 他買了 買完後 他又不懂得教我 因為他自己也有油油污 也不懂得教我怎樣 戴上電子錢包的密貨幣 誰知我買完那些虛擬貨幣 隔了一兩天 就跌破了電話 換了新電話 原來那個密貨幣 他就過不了新電話 結果我就沒有了幾千元 這些東西都會看到虛擬貨幣 你幾千元可能不及幾百萬 你幫我給他 十居其九的虛擬貨幣 到最後只剩下幾百元 這些也不例外 但一個大前提就是 其實對我們中産的距離是很遠的 因為很不方便 其實有一宗新聞我想說一下 你和你剛才所說的也有關係 就是跟傳統很多馬克股票 炒開外匯那些是不同的 因為它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它暫時都沒有受監管 所以譬如說 有一點是香港人說的時候忽略了 他經常說那隻幣那隻幣 那隻幣是否假 是否有人操控 是否一窩蜂 是否泡沫 集中的討論都是那隻幣 就是有人搞那隻幣出來欺騙人 但忽略了 忽略了什麼呢 就是其實交易平台 這件事我覺得其實是 美國已經開始很多人說的 就是股票的雷比就是說 你說那隻股是老千股 但不是 原來可能是類似港交所 香港有港交所 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平台是有問題的 可能其實那個平台是有問題的 那個平台香港就不用怕 也不是不用怕 它有受監管 但是 起碼你走出走入 政府可以擔保你入得去場 是的 有些什麼就找你走家 我們知道香港都知道 全部都是受監管 但是虛擬貨幣就有很多的平台 那些交易 那個莊家 你就隨時信不過 你不知道他什麼頭什麼路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那隻幣 因為我推出一隻幣 需要我就搞一個新的平台 去交易自己的幣 我這樣說 你怎樣看 我又要講一些歷史 上當年大概1919年之外 那時候就是上海剛出家的時候 真的一個交易所一個店 就賣一隻股票 真的嗎 是 一個交易所賣一隻股票 然後大家就隨便 沒錯 最初在最初 就是這樣 在中國交易所開來的時候 和股票是掛勾的 現在都是這樣 交易所和平台 交易所和平台 和那樣東西掛勾的 可以是這樣 是 香港現在極端就調轉 只有一個交易所 所以又被人救病 說沒有競爭 說他是濃烈的 即是四大交易所 被人不交錯 沒有競爭 兩個極端 但是加密貨幣就是 沒有網管 你有多少個 可以很多 所以其實 有一件事我想詳細寫一下 就是 我也不想太多評論 香港的實際情況 靠到很重要的那個 但是其實幾個月前 美國有一宗新聞 在加密貨幣上 引起廣泛討論 令到比特幣 有人說 出了這宗新聞之後 令到它崩潰 令到它都在跌 再跌多一陣 那新聞就是什麼 我是一些 張牙塔 我戴回頭盔 我不懂 我是讀書 看研究報告 有一個在德州的美國 德州的一個大學 一個財務界教授 寫了一篇論文 就說他拿了很多這些 這些區塊鏈的數據 去看一隻叫比特幣 大家知 他就思議 比特幣如何被人操控 價格 比特幣這麼大 對 他就說透過另外一隻 加密貨幣 另外一隻加密貨幣 就用這隻加密貨幣 去買賣比特幣 可以這樣對 那隻加密貨幣的名字 是英文 我不會詳細說 我會遲些可能會寫哪文 代號就叫T幣 就是T幣 那樣 那些人一直都說它 是鬼鬼的 那些人 出了一個white paper 介紹一幣的時候 就說它和美元掛鉤 但是又不會受美國的聯儲局的影響 那些影響 所以推出一件事 就是我們去中心化 那些人由金融風暴之後 這些加密貨幣越來越流行 就是覺得順不及政府 他們是穩困的 那我們去中心化 於是這些沒有大台 沒有大台 這隻幣有類似這樣的樣子 那麼 我美國看的媒體 就沒有太多說它的背景 但是它的問題是 做完研究 看完交易的數據之後 你可以trace 用blockchain data trace 你可以trace 在哪一個交易所買賣 這些東西 做完這些很仔細 很學術性的一些數據調查之後 基本上的結論 大家可能會有興趣 中間的那些 我不在這裡說 就說過去17年的時候 基本上17年的時候 比特幣的升幅 他說有成一半 是因為操控而 就是因為這隻T幣 受到操控的方式 是的 令到它升值 令到Bitcoin升值 令到Bitcoin升值 因為它跟Bitcoin掛鉤 做了一個新的Bitcoin 然後跟它開來買Bitcoin 這個做法就是 逢Bitcoin跌的時候 就會在某一間交易所 是用這隻幣 它的供應是可以它自己 任何供應 即是可以開Modiple來的 就會引多一些 就是做多一些這隻T幣 來到買Bitcoin 就撐回市場 做完一堆數據研究的結論 就剛才有所說 就是廣泛報導在美國 我這樣說 就是純粹炒作什麼 無論你炒作任何貨幣 或者炒作任何的東西 你都有基本的一件事 就是你必須要有貨 那個人如果用T幣 來炒作Bitcoin 那個人必須要有很多Bitcoin 他才可以炒作 他才可以炒作 他必須要自己本身 才有Bitcoin的大樁 如果不是那個人拿著貨幣 我才可以炒作 他一定有貨幣 所以我覺得 誰會拿著這麼大的 因為這個問題是甚麼 我們說decentralized 的意思是 你沒有人可以 一個人做到市場 就算有一隻幣 可以透過無限印法的方式 托著Bitcoin的價錢 正如大師所說 如果他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很大的Bitcoin持有用 是會大到影響到那個市價 這件事也是做不到的 沒有截資也沒有利益 你做到 你可以做到 我現在炒了長實 有很多錢 但問題是李嘉誠可以印的 我炒了長實 有甚麼要做到 我沒有貨底 明白嗎 我沒有貨底 我賣貨幣 他價錢高低 對他沒有像素 我只是自己拿錢去消錢 對他沒有貨底 Bitcoin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因為他有很多交易所 是的 我也聽到 有些在網上高的內外國人 都會說 這件事 因為他在各大媒體 紐約時報 所有大出名的媒體 都有報導這個研究 他六月左右出 然後就集體 可能他已經有一群人 是覺得Bitcoin是很鬼的 於是爭相報導 但也有些在網上的 個別的一些 做一些加密貨幣的KOL 就說不是 其中一個論點就是 你搞得好這個加易所 他說他看了三個加易所 他說 大家承認 每個加易所的價格是不一樣的 但他都說 但理論上 應該很快會converge 你推得到你的加易所 推得高 人家如果低的話 他就會射過去 有人質疑這件事 但當然沒有回應 你問我 這個世界 所謂decentralized 之後的世界 結果就是沒有一件事可以相信 你問我 這個報告 分分鐘就是 沽了Bitcoin 亦都有人 打了出來 跟著他自己就已經沽了 對 另一個陰謀論 人家都說 你這兩條是教授 另一個是教授 學生 是不是你自己又拿了 或者沽了很多課 所以這樣 另外再有一個項目 我想再講一講 就是 是一個更加陰謀論 你講陰謀論 我看過資料 哪個是搞出來的 原來是內地的公司 搞出來的 那加易所在哪裏註冊 註冊 就是在海外的 Cayman Island 那些 Headquarter 在哪裏 香港 那你也是 所以令到 很多這些 是 常行中心都有 OK 我說Bitcoin 就是這個 因為我是 你也知道我寫了一本貨幣的書 是 貨幣密碼 貨幣理論我很熟 但是貨幣實際 我不太熟 實際操作 OK 理論就是 比現時的貨幣先進 他遭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exclusiveness 理論上有任何 如果這個世界上 如果出了Bitcoin 而這個世界上Bitcoin 這個技術是exclusive 現在所有貨幣已經被打倒了 問題就是 你個個都可以出 你個個都可以出 那就是他可以出100億 即是他是unlimited supply Bitcoin是unlimited supply 但問題是 推移貨幣是unlimited supply 所以實際上 這個問題就出現在 但金銀行動 金屬貨幣當年 所有金屬貨幣之中 只有黃金可以做貨幣 其他全部都不能做 但就看一個問題 就是市場信不信 我們有共識 但大家只用這個 你不會 因為到最後 在貨幣來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政府會否退 你如果政府不退 當初的時候所有的貨幣 當初的時候出 宋朝 明朝 那時候出的貨幣 就是政府說 你拿著貨幣 開來交稅 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你拿著貨幣 開來交稅 就變成政府 你用來做transaction 你如果沒有一個基本能力 即是如果你出過貨幣 如果你出過貨幣 那一個貨幣的話 阿里巴巴或者李嘉誠 全部都接受 OK 那就搞定了 你現在有沒有一些很大的機構 去接受它 而大家不會無故去街上 拿著貨幣 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exclusiveness 你有沒有別人的公開 普遍承認 所以你實際上沒有得做 現在是最 big cut 因為時間差不多 我只是說了兩件事 好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虛擬貨幣 或者重新跌錢 這麼假的事情 怎會有人相信 我說這些騙局 其實跟 騙局這件事 不要這樣說 應該說這些這樣的鵬 其實跟以前是沒有分別的 這些類似一些疑似的 我也引起了 畢少爺說很著名的一句話 他親口說的 我不會討論他 就算有人說我是老千 我都可以幫你贏到錢的老千 意思是為什麼 就是 現在人們不知道這件事 可能遲早會爆 我先說他是買黑 至少一定會爆 但是你只要相信 在他爆之前 可以找到錢 你應該這樣說 所有的局 無論你什麼 只要我買賣 我輸 我贏了你肯賠 就無論是什麼都可以 即是說自發 買就任開了 但是你賠 你有得賠 你賠那個機制 如果我買bitcoin 我買bitcoin 我用拘捕你 我自己用卡去買 找回來 找回來我戶口 沒有問題 你應該要賠 但如果在bitcoin平台買 平台撿了一顆 就不肯定賠 所以的話 我覺得那件事 是不是一個騙局 或者什麼 最重要 不是你有沒有贏錢 即是世界股也騙局 可不可以 但我買世界股 它升的時候 我隨時沽了出去 然後 即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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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有沒有可能 即是 賺了就無得賠 賺了就立即賠 現在我買了 你應該要去做一個宣傳 你一個人 不是你賺了錢 而是有街道 不是賺多少 而是賺了有人賣得到 有人街道 退回到錢 沒錯 即是在倫敦金 這叫勾金 準不準勾金 有不可以贏的錢是勾金 是 最重要的 即是我剛才說的 那第二件事就是 即是比特幣值不值錢 我也是說那句 最初比特幣的交易是什麼時候 是用200個比特幣買一個pizza 那現在一個比特幣多少錢 3000元 就算它怎樣跌跌到垃圾 我自己覺得已經是一個很成功的貨幣 即是哪一個貨幣由180個比特幣 還是200個比特幣買一個pizza 變成現在一個比特幣 我用一個東西 我不能說比特幣 比特幣可能一六字都不值 但是這個世界上應該 如果說貨幣 我不要說用了最長的貨幣 應該是銅錢 但是應該曾經試過有一種貨幣 叫做貝殼 貝殼都用了幾百年 即是你如果比特幣 你比特幣都 明白嗎 即是貝殼我們覺得很沒用的貨幣 如果一個貨幣曾經用過 一段時間是有效的 已經是一個有效貨幣 即是比特幣 你現在有效貨幣 你不要說那種貨幣 那種貨幣要用千年萬 要用一千年萬 其實很多貨幣 都有幾年貨幣 十幾年貨幣都可以 都用過 至少比特幣 至少它曾經是一個很成功的貨幣 現在也是一個很成功的貨幣 即是明天立即滅亡 它仍然是一個情況 所以它是可以的 好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